很多人对笑的认知是不同的嘛 他说父母不对 我要听他的吗 那就余笑 很多人他就反对这个的 当然你是可以怀疑的 可以不认同的 我只能说我们在一起 是缘分在一起了 我不我的认知 自己经过这么多年 敢舞蹈的东西 我给你分享一下 至于你认不认同 那是你自己的事 对不对 我认识所谓的笑是什么的 你有这个笑心保持住就行了 因为你笑是你的责任和义务 或者说是你自己人生修行 你父母没做好的地方 是你父母修行不到位 你父母修行不到位 他也会受了很多磨难 他也受了很多苦 然后你不能因为你父母对你不好 你就是不笑他 那我就问你 你的笑从何而来 你的修行如何提高 你的认知怎么提高 我们自己是修自己 不是修别人 你只管做好你自己 除了你自己其他人都是别人 别人怎么做 你可能还改变不了 你只管修好自己 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了 你就不会说什么 是余笑和忠笑的 余笑和忠笑 它只是一个词 只是一个说法而已 认识到事情的本质 对不对 本质是你自己做没做好 你是反抗的去做的 还是心甘情愿去做的 这是有区别的 这可以说你是一种修行 或者说当成自己一个立即的人生 你只要把这个事情 往深入一点去想 去思考 你才可以改变你自己根本问题 等一会儿 再走